指揮交通大型機具設置路障 宜蘭藍陽大橋水位達到二級警戒 進行預警性封閉 市區路況滿目窗移 民眾開車都得特別小心 那裡後面有很多扛棒 都掉在地上 然後還有樹都斷了 正常車會晃來晃去 有鑽人就來載啊 那你本來是怎麼過來的 是家裡的人來載啊 累積對宜蘭山區也帶來大量雨水 太平山累積雨量飆迫1000毫米 附近居民都提早撤離 暫時安置在活動中心休息 昨天我們來是沒有 那今天就風雨加大 我們的意思是說風雨加大了 我們當然不能回去 目前我們這邊來避難的 差不多58個人 對 58個 現在狀況外面風雨比較大 裡面還好 鏡頭轉到蘇澳港 海風強勁 超商拉起鐵門堆向沙包 只留下一個出入口 就是怕玻璃經不住風雨 港區也都全面封閉 所有船隻雖然都已經綁上繩索並排放 但還是有漁民不放心 故事在岸邊觀望 早上跟我們下午 就來訪坐這樣而已 沒辦法 一陣一陣的喔 風雨都一陣一陣的 還是要小心 風雨要來的時候 大家門都要 這壁要關起來 美籍對宜蘭造成重傷害 有超過10萬戶停電 強風豪雨持續不斷 提醒民眾在颱風遠林前 盡量減少出門 大愛新聞 黃一傑張對嘉宜蘭報導 好 每個畫面都讓人非常的膽戰心驚 非常希望